柔州大臣被鲍宜穿了一双价值4万零级的鳄鱼皮鞋 相等于一般打工足半年的工资 一位名叫Pacty Romley的网友 在推特上发布了翁哈菲兹所穿皮鞋的品牌和型号 并附上网站上的皮鞋价格 根据附图 这双皮鞋售价为8400欧元 约37877令吉 他质疑翁哈菲兹才当上大臣三个月就财力雄厚 最后也不忘记 在帖子中标记柔佛摄政王东姑伊斯迈 首相伊斯迈莎比里及翁哈菲兹 网友留言说 平民百姓鳄鱼牌都买不起啊 不要讲鳄鱼鞋 也有网民在贴文下为翁哈菲兹护航 认为以翁哈菲兹的家族财力 买4万零级的皮鞋并不稀奇 何况翁哈菲兹曾任柔州行政议员 也有其他收入来源 也可能是别人送他的皮鞋 大妈肉身挡车事件在有后续发展 被曝来自古来人的阿玲 事后遭到网民群起攻击后 感到非常懊悔 并声称自己是因为护子心切才会下车 找对方理论 根据新明日报对他进行的采访报道说 有关视频并非事实的 他只没想对方仍应来 继续往前开 双方僵持不下而发生擦撞 我检查了划痕后 认为不严重 本来想算了 但对方却停下来 骂我儿子 甚至还挑衅儿子 下车一对一 我儿子没理他 婴护子心切 他立刻下车 找对方理论 对方却回到驾驶座 拒绝交流 甚至不顾他站在车前 而往前开 期间他的大腿相信 被车牌刮伤 我后来 感觉大腿很痛 才转过身来 但他还是继续行驶 我又痛又气 才被气得 随手拔下车牌 往他车径丢 过后才发现 我双腿都受伤流血了 女子指出 自己与儿子的身份 都遭网友起底 虽饱受困扰 但更心疼儿子 遭受舆论压力 对此相当后悔 网友说什么 我可以不在意 但我儿子 今年才18岁 还在念书 他的校长 老师 同学看到影片后 认出他 都来问他 我唯一后悔的就是 害他承受这些压力 另外 黑车受害者 司机的儿子 接受访问时指出 由于其母亲和妹妹 在事件中饱受惊吓 将会聘请律师 追究此事 根据新明日报报道 休旅车司机的儿子 哈兹克 25岁 公务员 受访指出 事发时 与红色轿车 发生擦撞后 对方曾用手势示意 要求父亲下车 当父亲走向前时 对方却无理比中止 我们车子的保险感 也受损 才会去找对方理论 父亲全程很冷静 冲突升级后 就回到车上 本来打算向保险索赔 但女子却挡在车前 他说 当时车上的母亲 17岁和8岁的妹妹 都受到惊吓 他们已在两地报警 他指称 他想约女子出来面谈 若他拒绝 父亲就会聘请律师 追究此事 不过 阿灵受访时 回应指 他不愿与对方继续纠缠 他出面只是为了 要澄清事件全貌 不会和对方道歉 财政部前部长 敦达英认为 向公正党领袖安华般的 年长政治领袖 应退下 以让位给下一代的领袖 上位 他在接受 透视大马专访时直言 他们必须为国家退休 让位给新一代的领袖 只要他们一日还在 新一代领导人 就无法上位 达英以他的钱 竞争对手公正党主席 拿都斯里安华为例 声称安华甚至试图 阻止当时的公正党副主席拉斐兹 在2019年 重返公正党 他说 拉斐兹在党选输给该党前 属理主席 拿都斯里阿兹敏阿里后 安华甚至来责怪他 阿兹敏获胜后 他安华来见我 还说 如果没有我的支持 阿兹敏不敢挑战他 我告诉安华 要弄清楚事实 是你让拉斐兹 与阿兹敏对阵的 所以 当拉斐兹输了 就意味着你输了 你做得最糟糕的事 就是告诉人们 拉斐兹 是因为达英而输的 你一定是个白痴 我作为一个连你的党员 都不认识的局外人 怎么可能控制你的党 之后 他就一直不说话 从此再也没来见我 达英说 国内有太多的资深领导人 他们在试图阻止 年轻领袖上位的同时 也抓住权力 看看现在的他安华 他试图阻止拉斐兹 如果我是他安华 我早就辞职了 你想要改变 但你无法改变 现在连你自己的女儿 都反对你 马来女子脱衣事件 导致该喜剧俱乐部 被勒令关闭后 社运分子 兼知名艺术家法米 惹渣借此分享其作品 借机讽刺部长 和国会议员的素质 他今日在其社交媒体 分享喜剧俱乐部招牌 被贴上封条的画面 并附上场所 关闭通知 有关通知上写到 这所喜剧俱乐部 暂时关闭 请到访国会大厦 观赏小丑部长 和国会议员的喜剧 直至此俱乐部 重开 意志国会 堪比喜剧俱乐部 有更加精彩的演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